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束之后 第八季我是大明星年度总决赛的16强 将会全部出炉 而今天晚上登场的五位选手 他们也将向最后16强的四个名额发起冲击 祝他们好运 从明天开始将会是新人的比赛 全新的赛制了 明天的比赛先放一放 希望今天的选手们有非常好的发挥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非常的简单 五位选手依次登场 根据我们电视前观众的微信支持率 排名前三位的将会直接晋级 而剩余的两位选手 将根据评委老师的投票来决定 谁留 谁被淘汰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 今天到场的三位评委老师 欢迎新凯老师 欢迎吴契老师 欢迎武文老师 最后一场的十六强赛 最后的四个名额 咱们请卫平老师来说一说 对选手的规语 也给他们做一做心理的按摩 让他们放松一下 吴老师 您来吧 比赛越来越激烈了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所展示的一切的才艺 也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精湛了 其实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说的是 名次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享受这个无数人梦想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来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最愉悦的状态 然后让这个舞台带给你生活中最美好的实现梦想的过程 同时也能够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展示出来 让这个舞台因为您的存在 而更加熠熠闪光所有的选手 加油 好 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水平发挥出来 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上场的选手 宋恩蒙 有请 大家晚上好 我是空竹界长得最帅的 帅哥里面空竹玩得最溜的 我就是宋恩蒙 今年27岁 来自锦宁市问上县南王镇一村 是 虽然宋恩蒙的确是咱们山东人 但是呢 他因为常年在国外演出 而且呢 也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一个 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太阳马戏团 也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也希望恩蒙在 今年咱们大明星 这么多绝活选手 都在这里竞技的时候 可以脱颖而出 每一次都给大家带来这个创新的表演 今天有什么创新吗 今天我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我会挑战三个空竹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视台表演 然后一直在训练 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发挥的怎么样 然后其实在国内 也没有几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现在 没错 您这一说的话 相信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和评论老师 也会回想起来 在这个舞台上玩的最多的就是两个 几乎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也从来没有人挑战三个 三个 所以说这个成功率也不见得能够保证 因为我来之前 我就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就是要每一期有新东西 或者是进步 能得到老师们的肯定 所以说每次我的表演 我的音乐 包括我的服装 还有我自己的舞蹈 都是我自己给自己编的 是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不在于跟别人的比较 而在于每一场挑战自己 今天孙伟们将挑战的是 三个空竹 看看他能不能完成 加油 谢谢 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两个空竹 让我们看看今天 曾经在太阳马戏团表演过的恩猛 表现怎么样 加油 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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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听错了 空话 He just wants to be heard whether it's the beat of the mic He feels so unlike everybody else alon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still think that they know But no, he knows the code It's not about the salary, it's all about reality And making some noise, making a story Making sure his click stays up That means when he puts it down, that's taking it out 但是技巧都是非常高的漂亮 啊~~~ 漂亮 不光没有15,连丝毫的天差都没有 不 转 好,放在那个字牙杖 到底是字牙吧 啊~~~ 漂亮 转 好 我刚刚第一个 现在要加到两个 好,这就是 这就是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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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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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哇 像破口盆里 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的 也是 安总今天挑战自己的 要三个公主 一起走 之前在这个舞台上 还真的没有人完成过 漂亮 哇 这个手眼的配合 帅气 没有自豪的羞 漂亮 漂亮 这就是高手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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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来 安总先休息一下 你先喘口气 先来听听我们评论老师的感受 来 请 太紧张了 我们都替你紧张 真的 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我就一直在盯着 他的这个表情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让我觉得 就是看起来很舒服的 这种感觉就是 他每一个超难的动作 他的那个表演状态 呈现出来的是 我就应该把他做得这么漂亮 就很轻松 很自在 甚至包括最后他第一次 在电视直播当中 挑战这三个公主 他其实表现的都是挺自如的 完全不会让人觉得 不得了 不得了 他就觉得我做成这样 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我喜欢他这种 而且他选的音乐 和他的整个玩起来的这个节奏 卡得非常好 我觉得艺术感觉也非常好 特别棒 谢谢老师 谢谢 一个高手 他能够呈现出来的状态 和一个稍微平庸一点的表演者 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首先孙文猛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做过大演出的 所以记忆上是一身本质的 没有问题 所以你呈现出来的方式是 特别特别的状态 松弛 适度 然后让我们看起来 心里边就是一种自由的 欣赏状态 而不仅仅是给你捏着把汗 我们是 啊 好漂亮 哇 这么棒 而不是 能不能行 能不能行 不错不错 行了行了 所以这个状态特别难得 这就是一个高手的 举重热情的一个状态 非常非常难得 在这个舞台上 空竹有人玩过三个的 周天原来在最早比赛的时候 到总决赛的时候 完成过三个 但是你抛出的次数 是最多的 这三个循环 但是我们刚才后边 很多电视观众朋友 说没看够 想要再来几个难度动作 让你来表现一下 行 那我再来一个 好啊 来 好啊 好啊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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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超啊 哟哟 哟哟哟 定居了 对 常年在外面演出 家里也不经常回来吧 对 可是有时候过年也回不来 一年最多就是回来一次 然后可能休息个两个礼拜 然后就要回到那边 再回到工作当中 父母现在都在家里 对 父母都在老家 那你不在家 谁照顾他们呀 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但是他比我走得还早 他是一零年就去当兵了 他现在是一名武警 然后正好他去当兵 我去太阳马一团 就前后我们可能就差几天 走得他比我还走 去得还早 那他也顾不上家里 对 对 其实就是 对父母亏欠挺多的 那不光见不着父母了 你有时候能回来 能见到他们 你弟弟可能很少见到吧 有七八年 我们兄弟俩可能见 就是面对面见的 有三 就是能数得过来 我结婚的时候他回来了 这是结婚前 大概的两年没见过面 然后他在布顿当兵的时候 过春节也是 我们都是视频 就是我能赶回家的时候 就是视频 那都 也得 说这话也得三年了 真是 那么说这话 你说 咱那个中国人常讲 就是说这个兄弟如手足啊 实际上就是不能分开的意思 你说一个人要少了手 少了脚 这是这种什么感觉 但是这兄弟俩 常年的分居在 不是国内了 世界的两个地方 很少能见得到 刚刚恩蒙口中提起来 这个弟弟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一直在山西当兵 已经有三年没见面 小时候我就喜欢跟着我哥 我哥去哪里 我也去哪里 一直都挺依赖我哥从小到大 有一次我和我哥在家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脚底下 就是划了一个口子 被剥裂 我家距离医院 应该是两公里的距离 我哥那时候是十岁 然后我哥一直背了我 有二十多分钟 每年我的衣服 还有一些吃的 用的 都是我哥给我买 包括我现在穿上的这个衣服 也是我哥给我买的 我哥总是把最好的 都是给我妈 不管是从国内还是国外 只要是在家 所有的做饭 还有洗碗 都是我哥来 从来不让我妈动手 虽然我家有两个孩子 但是尽孝的 只有我哥一个 每次的时候总是告诉我说 毕竟你是当兵的 说中校 自古中校难两全 所以你只要是把咱们国家 给保卫好 所以我把咱们这个小家 给看好 这咱们兄弟俩就已经足够了 我回到家这几天 每次早上起来床的时候 我哥已经在院子里面开始练 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动作 就是一直在练 空足不离手 就有的时候看见我哥一个后空翻 摔不好的时候 就摔一下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心就揪了一下 哥 来到咱们自己家乡的舞台 一定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和最完美的技术 展现给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哥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无人能替代 加油 这兄弟俩七年 见了能有三四次 这一次呢也是为了哥哥 因为恩猛在国外演出 常年回不来 但是他对于大明星如此的看重 每一次比赛尽心尽力 做全部的准备 就是因为山东是他的家乡 是因为跟以前的表演所做不同的 是由自己的父母 是由自己的家人 在电视机前看 我相信他的弟弟 也能感受到他的这份心 所以今天特意赶来给哥哥加油了 来 有请恩猛的弟弟 好 大家好 我是宋文猛的弟弟宋文猛 现在是一名武警战士 谢谢大家 一个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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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得出来父母 对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真好 都争气 刚才哥哥说 七年没见你 三四妙 因为我一直在山西那边 然后我哥也是常年在国外 很多的时候见面都是靠视频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2013年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休假 回家的时候当时我哥也正好也在家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和我哥相隔了好几年 第一次见面 是 咱中国人常说掌胸如腹 虽然说哥哥比你大的年纪不多 但是从刚刚的视频当中能听得出来 应该是特别疼你的 你是不是也很少看见哥哥有掉泪的时候 很少 我哥在我的面前一直都是非常坚强 就在我的面前从来没有说是流过泪 也没有说是给我抱怨过什么 所以很少见我哥流泪也是 其实我妈之前来 我也没有说哭 是因为离家时间长 但和我弟弟不一样那种感情 我也说不出来 不是说和谁的感情更近一些 是 因为小时候我比他大四岁 他就跟他后边玩 他剩下好多伤都是那时候跟我玩玩的 膝盖上这么大 全是那个都是 我从后边追他 在农村有时候喝完酒 我把酒瓶摔地上 这么大一个疤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我看到了 是那个 逆那个墙的那个叫 那叫什么东西 逆 那个铲子吗 铲子这么放的 他跑了 好危险 其实当时没什么感觉 等我 在长大了 现在 我有时候从加拿大去想 有时候想有没有小时候 人生觉得挺挺对 后怕 所以说有弟弟的 或者有姐姐妹妹的 一定善待他们 这种感情 真的是也分割不了的 没事 你弟弟比你胖 能看得出来 弟弟今天也不容易 七年见不了几回 今天也回家乡的舞台上来 应该用一些话 给哥哥一些鼓励 给他加点 对 像我哥也是 来到咱们山东舞台发展 我觉得也是给咱们一个父老乡亲 也是表演的一个机会 平常的时候都是在国外 给外国人表演 好不容易回到咱们国家 来到咱们自己的舞台 就应该把自己最好的 也是最棒的地方 就要给咱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还有自己的家人朋友 都要去展露出来 也让自己的家人看到之后 感觉到我哥这些年 不管是摔断腿 还是磕伤了多少 都有一些付出了 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回报 也非常感谢一直在背后 支持我哥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真的 恩蒙的这身记忆 包括他表演的舞台 不仅仅是给你们家里人争气了 也给咱们山东人 甚至是中国的小伙子 在世界的舞台上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展示 我们也应该给咱这个 山东几宁的宋文猛 咱们自己家的 咱们的老乡 咱们自己的孩子 姑姑长 好样的 好 谢谢各位 宋友们的记忆 毋庸置疑了 但是回到家乡的舞台上 除了这份感情之外 当然 还有一点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高手有很多 不光是杂技 唱歌 跳舞 都有很多 而这个阶段 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讲 最紧张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三位专业的 评委老师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已经无法决定他们的去留 要由电视机前的观众所决定 所以说您喜欢孙文猛的话 就给他来投票 让我们看看 经过了第一轮的表演之后 宋恩猛成绩如何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下面进入 古方红糖命运时刻 一起来看一看 宋恩猛的微信支持率 9715票 毫无疑问 现在排名第一 但是跟第二名的票数差别 也不是很大 只有2000票不到 所以说喜欢这个几天的小伙子 继续来给他投票 希望他可以继续走下去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表演 谢谢M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去休息一下 好 比赛一场接着一场 每一位选手 目标肯定是要留下来 但是要把自己留在这个舞台上 就每一次的表演不容有失 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 曾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光是唱歌 包括他的经历 看看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让我们有请 王毅云 大家好 敬畏老师好 我是来自何泽城武的王毅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望月》 望着月亮的时候 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世界上最美 最美的是月亮 月亮更美 美的是你 美的是你 月亮在天上 我在地上 就像你在海角 我在天亮 文明明 明天在寒角 我在天涯 月亮上的灾味道 也照不过天啊 你走得多么远 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王颐颖给我们带来的演出 来听一听评委老师的点评 请 王老师好 你好 颐颖 你今天应该唱到五位老师的心里去了 因为他最喜欢这首望月了 你挺会唱 今天我感觉好像比上一次的状态要好 是不是 一般来说这歌手尤其是唱民族或者美声的 一般都是比较在乎他那种技巧啊 气息啊 但是你今天这种感觉 我始终都觉得在望月里面 我就觉得好像是一种经历 所以让你选择这首作品 所以今天你也特别用心 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 你首先谢谢王颐颖能选择这首歌 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虽然我现在不能投票 要是能投票的话 你就唱这歌唱的 只要不跑调我都投一调 然后就是我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我曾经答应过你一件事 我说我要把你的故事拍到一个片子里去 我已经拍完了 昨天晚上六点来钟 杀青的 然后我飞了一个很难的过程 就是想找一个 因为你在比赛没时间去拍 我找一个演员演你 我很多演员里边选了 才能选出你 我心中这种感觉来 就那种外柔内刚 但是又充满深情的一个人 骨子里边很倔强 但是外表看起来特别柔和的人 你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今天唱的这个望月 可信度特别高 因为这是一首特别深情的歌 月亮升得再高 也高不过天 你走得多么远 也走不出我的思念 有些人唱得很好听 但是让人觉得不够可信 因为他的情感 还不够那么真挚 但是你唱得很可信 很打动人 然后这份深情 深深地融入了这份歌里边 也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很好 谢谢吴老师 谢谢 每次王颖颖上场的时候 我们都要说一下他的故事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 是第一次见到他 也请大家原谅我 接下来用一段时间 介绍一下王颖颖 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可爱的 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儿子 还有一个爱他的和他爱的老公 但是特别不幸的是 老公患上了尿毒症 而且需要换肾 王颖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肾 移植给了老公 所以他在舞台上 每一次在演唱的时候 包括他现在生活当中 在做重体力劳动的时候 要提醒大家 他是只有一个肾在工作的 这就是他为自己的爱人做出的事情 没关系 插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最难得的理心 还不在于说他 我要给我老公这个一个肾这样的 是因为在十年之前 他老公的时候 刚刚查出有那个肾病综合症来 说将来有可能会换肾 而且他也知道 他有换给他老公肾的这种 几率极少 但是他就下定决心 我要锻炼身体 把我这个 或许有一天 我会把我的肾换给我老公 这种几率太小太小了 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 就是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努力 而是真的是努力了 才有希望 了不起 是 所以 当那天真的来的时候 要开始做配型 要开始找肾源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去做的吗 对 我是第一个 我要求我们家 我是 我必须我第一个去做配型 因为我说 我都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 如果不让我去第一个市 如果我试成功了 我说大家都不要试了 如果我没试成功的话 那么 最起码我 没有遗憾了 是这样的 嗯 当然现在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哈 但是作为很多人的话 因为我们的医学常识 可能 不是那么的全面 是不是他的家里人 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对 是 有这个血缘关系的人配型 这个车 那个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当时呢 我的公公婆婆 还有包括我的姐姐 甚至我的孩子 她们都争着 要跟我的老公去做配型 但是呢 我还考虑 孩子毕竟年龄还小 公公婆婆呢 年纪也毕竟大了 而我呢 可以说我这十年的锻炼 我这身体很棒 并且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 所以说呢 我还是要求 我必须是第一个去去做这个配型 对 其实 如果 听你的讲述 如果你不是第一个去做配型的话 包括你的公公婆婆 包括你的姐姐 她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件事 是是是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家庭应该是特别和睦的 那个家庭 特别特别好 我们家 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姐姐 还我老公孩子 一家人都是和和美美 虽然说这么多年呢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包括孩子呀 包括老公 但是呢 家里人没有一个人是埋怨 任何一个人 都是大家相互的鼓励 共同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 家里依然是 时不时的还是充满着欢笑的 是是 中国人常说 婆媳关系啊 有时候会是一个问题 相处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哈 作为晚辈来讲的话 应该承担更多一些 那如果相处的好的话 也证明这个媳妇做得非常的好 咱们来听一听 王一颖的婆婆是怎么说自己这个儿媳妇 不战琴又不戴鼓 还不一个声 人家得喝呢 你会讲到咱这个 就给咱打能大的方言 受能大的罪 在二十多年 你看 看你这世上家 俺日还省 很没人入 那他从来都没记过 我又 这个 就几年那个病医大肠 病的差异在这 在这 带完成功线都开了病危 通知破了 连夜 放到 让吉兰 让人吉佛跟中来的 放给吃 给洗脸 哎呀 洗手洗脚 都是他伺候 你闺女也不管做到这一步 能做到这一步 哎呀 为啥俺的病友两个老婆 都 都惨烈都会呀 你咋 贪得好个女媳妇也再见 哎呀 我贪得好个女媳妇在那贪得好 我啥时候想起来 我啥时候我都难受 她很喜欢唱歌 她要是不是有这个家庭影响呢 那她就会比那比 比 对 对窗里比得好 你跟她打满着12年了 她都没唱 我也想叫她 她能达到她的梦想 你媳妇 全家人都支持你 你加油 好好唱 谢谢妈 你婆婆这个话呀 都是发自肺腑地说的 是 我们从老太太脸上这表情啊 一边说着话 一边流的泪里面 就能听得出来 这个对这个儿媳妇多满意 可能刚刚视频的长度有限 老人家没说这么多 接下来咱们请 易颖的婆婆上场 给大家好好聊聊 请 您好 您好阿姨 主持人好 各位评委好 观众同志们好 您好 您也是从何泽陪着儿媳妇一起来的 嗯 其实 你儿媳妇这个故事啊 我们 听了很多遍 说了很多遍 但是每次说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真是 这个人 甭管是做儿媳妇 做妈妈 太好了 哎呀 我是媳妇 进了我刘家门 二十多年了 经历的风风雨雨 哎呀 我都非常感激她 孙子小贤 人龙 她就辞职了她的 唱歌的梦 做了糙米饭 挣钱给我孙子换电脑肉 换了电脑肉 我以后 我日子又检查出来有病 满了我十年 都没跟她老公们俩说 到了透析的时候 我们两个才知道了 我日子 我日子又不是媳妇 活不到这时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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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病她都没跟你说 没跟你说 慢了我十年 就说没事挺好的 都说没事 光知道日子有点病 她两个都没告诉我 他们自己扛过来的 都是自己扛过来的 哎呀 真是 您自己感叹 我们是一家人 不要说这些 可是我按照大队的 就是三个装 五个装 十个装 八个装 挑不出来 能好的媳妇 人家都说 破戏不好孔 哎呀 我娘了 二十多年 没抬过一九岗 没哄过一次脸 哎呀 有啥都是她扛着 都最后都跟她两个年纪大了 不跟她说 哎 从欢心来说吧 她公公就说 我姨姨 你白去了呢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你能配情好了吗 她就说 我得第一个去试试 不试试我心不敢 她是第一个来的 其实她也是心疼你 心疼她姐 哎呀 啥事就想自己扛下来 您刚才阿姨 您的说那个话说的对 不光是你们村的好儿媳妇 这是咱山东的好儿媳妇 说中国好儿媳妇 这都不过分 真好 王颖莹真是一个 我觉得任何华丽的语言 赞美的语言 放在您身上啊 都有一点太虚了 我觉得对您评价 就是俩字 您是好人 没有没有 其实我非常 心疼我的婆婆 嗯 像她这个年纪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时间了 可是呢 就是因为 孩子和我老公的情况吧 她都不舍得歇一些 就现在七十岁的年龄了 还会坚持着去干农活 哎 然后呢 有机会也会到村里去打零工 一天能多挣上几十块钱 她都很高兴 就觉得能给孩子 又多攒了点钱 婆婆可以说 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一家人都是和和美美的 而且在这么大的年纪 在我和老公我们俩做手术的时候 婆婆二十四小时 一不解代的 在这个病床边伺候着 其实我们做晚辈的 我感觉做的远远的都不够 我觉得你们娘俩啊 今天给电视机前很多的家庭 有儿媳妇的 有婆婆的 两代人或者三代人生活在一起的 特别生动的 不能说上课 给大家做了一个例子 怎么才能相处好啊 婆媳关系相处好了不难 只要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多为对方考虑一些 多做一些事情 自然而然的 处得就像亲娘俩一样 真好你们两个 我们比亲娘俩还亲 是 是 也希望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以把更多支持的票 投给这个好儿媳妇 好母亲 好妻子 王亦颖 歌唱得好 人也好 也希望一会儿 当我们揭晓王亦颖票数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看到 有更多的人 有那么多的朋友 在支持着这个好人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来看一看 各位的微信支持率 一起来看 王亦颖 20310票 遥遥领先 其他的选手 恩盟排名第二 张晨晨排名第三 徐玉凡排名第四 蒋新柔排名第五 后面的选手 现在还没有上场 但是目前 亦颖的票数 已经过了2万了 比其他的选手多出来 7000还要多 是不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易盈每一次 带给我们的这样 充满着力量的故事 还有好听的歌声 可以去休息一下了 谢谢阿姨今天来现场 去休息一下 谢谢 再见 好 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 您有可能会在上班的途中 或者下班的路上见到过他 因为他就是我们济南普普通通的 一位BRT站点上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有请非常漂亮的张晨晨 大家好 评伟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济南公交公司BRT站务员 我叫张晨晨 今年30岁 嗯 欢迎晨晨 这两天这个气温降得很厉害 有影响到你吗 对 因为天气很冷 然后我们在站台上工作是在室外 就有点感冒 然后 天气鼻音很重 是有点感冒 然后比赛真的是进行到现在太紧张了 然后在站台上面 就不停的让同事帮我选歌 然后就练歌 然后还有不停的有乘客来问路 然后嗓子可能有点哑 没有关系 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但是尽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好 因为现在进16强 这是最后一场的比赛 加油 好 准备了一首什么歌曲 为大家带来一首《柠檬树》 好 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把一首《柠檬树》送给大家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 当风吹着每个树都想跳舞 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 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 我爱像个鱼 我爱像你 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 远的星期天容易四面 反复看不见一遍一遍一遍 孤独的流着眼泪 回忆太美 ほら 承病 的 Jing-超油 י-超小矩 o-o 让你学习这句话 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 爱多美丽 手满香气 只是塞上了一堂 总是酸了流滴 我不懂我自己 原来像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 不管不管不管 爱会哭哭的 海蓝蓝的天气 我的爱是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 我不管不管不管 爱会哭哭的 海蓝蓝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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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是Lemon Tree 谢谢 好 谢谢晨晨 来听一下评语老师点评 请 你好 晨晨 郭老师好 你今天穿这身制服 我倒觉得比上一次见你的时候 还要漂亮 还要美 谢谢 怎么说呢 在你的歌里面 就是说听你唱歌 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 感觉到也没有特别地去炫技巧 但是呢 如果要是有技巧的作品呢 它一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上一次听你唱歌的时候在这儿 就觉得那首歌也特别简单 对你来说 可是给我的感觉 你应该能够驾驭一些 有些技术含量的作品 但是今天让我有点小小失望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 好 晨晨 即管你说你今天感冒了 即管晨晨说今天她感冒了 但我继续觉得晨晨的声音很好听 你的声音很厚实 你是那个大号的嗓子 我觉得你是可以 像吴欣老师说那样 可以唱一些大歌 今天这个歌对你来说有点小 但是呢 我们虽然说唱一个好像是小歌 但是不能把这个歌唱小了 它即使是个小歌 难度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也是要认真的去对待它 比方说这首歌当中 因为你回去仔细去听吧 我觉得有很多的音准 你不达标 好 就是你觉得 有时候可能觉得它太容易了 就太随意 一随意反到就差那么一丢丢不达标 如果仔细推销的话那不行 但猛的大概一听 有个大概的样子 越小的歌越得细抠 好 好吗 好 加油 谢谢 我刚才没有老看新凯老师点评 我老看你后边那俩姑娘呀 聊得可开心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聊着 你看现在还美着呢 来现场看节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 不是 在走台的时候我也有试过高音的歌 但是我怕今天毕竟是直播 我生怕有一点点唱不好的地方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评委老师给我的建议 晨晨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吧 是 第一次 就是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再唱两句他擅长的歌 可以啊 就唱两句就行 就给自己加分的 像之前把握的比较好的可以来几句 好不好 在走台的时候彩排的是 《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个对嗓子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 你确定吗 试一下 好 轻唱就行 轻唱几句就行 轻唱几句吧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感知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因为感冒导致的 这个本来就厚实的声音 变得愈加的厚了 这可能这个天气里面 在户外工作是一件 挺煎熬的事情 是 然后手脚冰凉 一天在外面站多久啊 我们就是八个小时的班 站一半 你给大家介绍 我的工作就是在快速公交 BRT 快速公交里面 然后我们很小的工作空间 然后公交车来了之后 我们要到室外 疏导乘客 怕有屏蔽门 夹到乘客 然后一定要保障 乘客的安全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我估计您 就算室外的话 你那个屋也不怎么暖和 透风撒气的 每次来了车之后 你得出来 把人送上车了 然后你再回去 是 那不是几分钟出来一趟 那我们的公交车很频繁的 我们很频繁的公交车 然后乘客非常多 因为天气很冷 选择坐公交车的市民 越来越多了 是是是 我觉得张晨晨也是 咱们非常普通的劳动者的 很好的一个代表 给大家讲一讲自己工作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 虽然做着平常能接触到的 很普通的工作 但是到了舞台上之后 一唱歌 还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你的同事们也会这样觉得吧 对 因为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性格比较开朗 然后就会 一直在唱歌 哼歌 上班的时候哼歌 然后同事就点歌 然后他们想听的歌就让我唱 然后尤其现在比赛 到了目前这个状态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提一些要求 然后这我们上班 也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和同学和同事之间这样 给你当评委了是吧 对 给我当评委 听说就为了能来给你加油 都打得不行了 倒也没有 就是都想来现场给你 是 都想来现场 是是是 都特别想来看大明星的现场 是 今天呢 张晨晨这些热情的同事们也来了 是 有请他们 加油 姐妹们的聚会总是那么开心 亲哥好 您好 来 几位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说一说你们这个好同事 晨晨 大家好 我是BRT的战舞员 我叫金小蕾 欢迎你 我叫刘芳芳 大家好 我叫王金奇 大家好 我叫孔蒙 哎呀 都是 你们站点的就全是女生吗 对 我们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女生 好 接下来就是同事们进入 惨无人道的夸张晨晨了 惨无人道 没有没有 就是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这个同事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很多面是我们见不到的嘛 评价一下它 星哥 你看 在舞台上呢 晨晨非常的大方端庄 对 但是你们一定想象不到 现实当中的晨晨呀 是一个女汉子 爷们是吧 对 特别的爷们 嗯 就是我们站台上有很多的登高爬梯的活 都是晨晨第一时间 三下五串的就把活都干完了 因为我个子高 对 是不是因为你过不着啊 对我看 对 反正是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姑娘 还有我们平时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乘客 有的乘客呢会为难我们 这个时候呢 晨晨都会第一时间冲到前面 帮助我们去排游解难 嗯 她这个嗓子一亮 住手 好 还有吗 哪位 这位也来说一下 那个 大家都知道最近天气都特别冷 然后我们也是室外工作者 然后在外边接车 我跟晨晨呢 在一块在外边接车的时候 晨晨都会给我唱歌给我听 就觉得天气虽然很冷 但是我的心是暖暖的 然后赶上她修班不在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然后我们呢就是今天是下了班以后 临时赶过来的 然后我们是给晨晨加油 然后晨晨在我们心里是最棒的 嗯 我们私下呢 然后自己排了个小舞蹈 希望我们的舞蹈呢 能给我们的晨晨加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排了个舞蹈啊 这是为第九季大明星做准备的 对 那就来吧 跳吧 好 看看四位姑娘给我们带来什么舞蹈啊 哦 真的是有练过 好 好 好 谢谢 哎呦 你们的你们的这个这个站点上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样唱歌跳舞 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好希望你们今天来能给呃 提起来这多个基础一定的支持 距上一些这个这个幸运 也希望他能获得更多观众的支持 第一轮的比赛五位选手啊 geons1 平时发生了 多少观众的支持 来看飞进支持率 现在《易颖》依然排名第一位 27287票 排名第二的是宋文猛 14215票 张晨晨11033票 排名第三位 接下来没有表演的许一帆 和蒋新柔是紧随其后的 还不错这个成绩 但是还要继续加油 因为排名前三的直接进 还有两位选手 没有表演的情况之下 票数没有完全拉开 如果喜欢这个济南姑娘的话 给她坐票 也谢谢你的同事们 谢谢来加油 请休息一下 谢谢 刚刚张晨晨的同事 为了给她支持 排了一个舞蹈 我不知道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选手 在台下看着 这几位姑娘跳舞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她是一名专业的舞者 让我们有请 非常美丽的蒋新柔 那你让她 她上场的专业 还有她的意见 谢谢 大师 我叫大师柔 我二十年学 我来自北京 我请你做一个舞者 要请你听你打的姑娘 谢谢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如果有一些朋友 包括现场的观众 是第一次见到新柔的话 要给大家说一下 姑娘大家都看见了特别的漂亮啊 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他有听力的障碍 所以导致他的语言的功能 比一般人可能要差一些 但是通过这种 有点含混的声音 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地听到 蒋新柔向我们表述的是什么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蒋新柔是北京舞蹈学院 建院历史60周年历史上 第一个作为正常招进来的学生 就是跟所有人一样的本科生 但是他是建院历史上 第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所以就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而且如果很多朋友 喜欢流行音乐的话 你一定知道 有一位唱歌非常好听的歌手 叫做王力宏 他了解到了蒋新柔的故事之后 特意给他拍了一个MV 也是蒋新柔自己出演的 是跟王力宏合作的 如果大家看了 一定会觉得很美的 新柔每一场的比赛 其实比其他的人要 我慢点说 好的 要费力很多 因为他每一场 都是表演新的舞蹈 而且所有这些舞蹈 都是自己编排的 对 做自己编排的 那如果之前演过一些的话 随便拿一个来 在这演不就行了 为什么一定要创新呢 这样多累啊 其实因为如果自己编排的话 就可以处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舞蹈 不知道大家听出来了吗 只有自己编排的才是独一无二的舞蹈 所以每一场比赛 我们都特别期待这个美丽的姑娘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表演 他在跳舞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因为他听音乐 基本上是听不清的 他基本上是 自己编的舞蹈 要在心里数着节奏 要根据空气当中很多的震动 来感受到那种节拍 所以每次表演的时候 说实话 虽然赏心悦目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总是捏着一把汗 就怕新柔哪一段没有接上 会不会会掉拍子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每一场的演出非常的完美 这样 心柔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在期待着你的表演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可以再休息一下 因为接下来会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来看看心柔的表演 一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在这里要感谢 请吃酒夜 对本来我们的战略支持 感谢台尔庄古城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一下 大家发来的微信内容 又在说什么呢 每一场能看到大家的反馈 也有利于我们各位选手 和栏目组工作人员的调整 我是大明星 越到最后越剧烈 选手的表现 也都越发的精彩了 祝愿每个选手 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无论输赢 留遗憾就好 谢谢您 下一位 我是大明星 不只是个歌声才艺的舞台 更是一个人生舞台 在这个普通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展示自己的工作 生活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故事 小人物大舞台 谢谢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给大家送奖了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力包 看看那三位 幸运的朋友将会获得 三 二 一 停 好 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力包 就是您的了 刚刚的广告时间段 您一定在期待 期待接下来 这个美丽的姑娘 带给我们美丽的舞蹈 让我们有请蒋心柔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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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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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咱们也给吴沁老师 您是搞音乐的 相信对于舞蹈的这种美应该也会有相通的地方 您觉得姑娘表演的怎么样 也是两个字 也是两个字完美 他最打动我的也是欣凯老师说的 就是他的眼睛 太会说话了 那种感觉整个把我就带到了他那种跳舞的那种蒙古舞的那种境界里面 真的太完美了 您说什么时候您唱个歌 然后让欣柔在旁边再跳一个 哎呀 这挺好 什么时候干嘛 这时候就行 今天来不及了 今天来不及了 感谢你们娘俩可以商量一下 真好 真好 我觉得欣柔大家对你的夸奖都是发自肺腑的 其实不是因为你听力有障碍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正常的听力很好的姑娘在这个地方 也会获得评委老师这些赞美的 是因为你真的足够优秀 真的很棒 谢谢 然后之前的时候跟欣柔的妈妈聊过 我觉得欣柔的妈妈特别不容的一点是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虽然欣柔有听力的障碍 但是她的妈妈一直在坚持 没把她送到聋哑学校 而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去培养她 但是这个过程很难 就是你们的交流很难 妈妈教你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纯语吗 对 这是很小 妈妈一直教我读纯语 就是说她天天不断教我 就得练续语言 她主要是 我妈妈就没有把她收到 有养的学校 而是她在下 每天每天都叫我都可以了 她就希望我给一个正常人 代表过多交流 就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可以跟别人沟通交流 每天都会叫你成人 所以二十多年的这个生命 最感谢的应该就是妈妈 最亲爱就是妈妈 对 我最感谢的是我妈妈 因为妈妈就是为了我 她说她说她说都小 就是说一般就是一般孩子 妈妈就是继续活 这样想办啊和朋友 但是我妈妈没有 但是我妈妈一直陪伴我 就是一直在介绍我 一直在陪伴我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妈妈 是 所以辛柔是二十三岁的年纪 就等于是 在你之前这二十三年 妈妈所有的世界就是你 她放弃了自己 把所有的时间 精力都给了你 这样的妈妈真的太伟大了 今天是辛柔的一场比赛 对于妈妈来讲 每一场的比赛都会陪在身边 这一场比赛之前的时候 妈妈说了很多的话 要告诉你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眼中的辛柔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 纯真 简单 阳光 灿烂的女孩 她说话 学说话的这个过程 是她人生中 就是最难最艰难的一段过程 对于我来说也是 就是当时要教她一个特别难的 发音的一个字的时候呢 我觉得一遍一遍又一遍的 所以我可能也会有那种 不耐烦的时候 她小时候真的是个特别乖的孩子 大眼睛特别无辜的看着我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算了算了不要再逼她了 慢慢来吧 应该是全心全意地为她 教育她 可以说是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教她说话 她能说出来之后呢 就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光明 我觉得这些孩子一定会有救的 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 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胳膊骨折过一次吗 她的手再也不能拿起热巴骨了 她上一次打这个热巴骨的时候呢 也是胳膊也是非常的疼 她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展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舞种 所以她坚持就打完了这场热巴 所以她坚持就打完了这场热巴 她可能 就是觉得她不想把那种 不好的或者是曾经自己吃的苦呀 去让别人看到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自己就觉得心里还是蛮难过的 心偶 你就随着心走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可以 妈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支持你 加油 我觉得如果在第八季要评选一个最美丽的笑容的话 应该伴给心柔 因为刚刚这一段片子里面 相信我的同事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美丽的姑娘每次笑起来的时候 有多么的可爱多么的漂亮 但是今天她的笑里面是带着泪的 是因为刚刚对她说话的 是对她来讲最重要的人 是她的妈妈 今天妈妈也来了 有请您 好 美好美好 妈妈现在还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 抱着心柔地说 宝贝你很棒 在你眼里面永远是一个孩子 在我眼里她永远是一个孩子 我觉得其实不用心柔说 不用您说 我们都想象得到 对于一个听力有问题的孩子来讲 您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更精彩的生活 全都给了孩子 作为母亲来讲 肯定说我没有遗憾 但是这种付出真的很伟大 把自己都给了孩子 您对培养心柔这二十多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是什么一直让您就这样做下来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里面 可能也有一种坚韧吧 然后呢 就是刚才天子里说的 我觉得心柔就看着她 一天比一天好 当她会想第一句话 就第一个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哟 有救了 真的有救了 他们一天一天看着她 进入正常的小学 然后12岁考到北京舞蹈学院服中 然后18岁又考到北京舞蹈学院本科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辈子就是无论怎么付出 我都觉得值得 妈妈的几句话说的特别的平实啊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一张嘴就说到了18岁 日子一晃 到了心柔23岁 话说得非常的快 但是日子是人家一天一天过过来的 这中间的酸甜苦辣 就是他们娘俩就是家里人可以体会得到 心柔可能会 平常跟妈妈也会交流很多 其实我觉得 其实大家能想象 这么一个倔强的姑娘 能够学会唇语 能够跳得这么好 一定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姑娘 妈妈也肯定不是一个什么事都医着孩子的好脾气 说不定娘俩平常也会有一些矛盾在 今天可以跟妈妈说一些 你之前没有给她说过的 但是特别想让她知道的 你内心的想法 也让妈妈知道你是爱的她的 好 妈妈 你陪我23岁了 然后见我来韩国 然后等我学会了 什么东西 就学会了什么去做吃 嗯 但是一天一天别老 我一天才长大 所以 然后 我下的这些发文了照顾一样 谢谢宝贝 秦柔可能听力有障碍 对于她来讲 真的很不幸 但是幸好她有一个这么好的妈妈 当然 这么好的妈妈也培养出来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儿 虽然大明星的这个舞台 跳舞不见得是级别最高的最专业的舞台 但是在这里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顶级的舞者 秦柔给我们带来的表录 好 也希望姑娘可以一直跳下去 然后要更多的朋友认识到这样一个坚人的姑娘 今天的表演对于秦柔来讲 既是一次展示 同时呢也会经受一次考验 就是电视之前的观众 秦柔不是山东人 但是相信我们厚道的山东的朋友 也一定会支持这个善良的美丽的姑娘的 接下来进入古方红堂命运时刻 让我们来看看 蒋新柔到目前为止的微信支持率 来看 第一名王颖颖的30,383票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蒋新柔成为了今天晚上第二位 突破2万支持率的人 2017票 目前排名第二位 很棒很棒真的很棒 至此刚刚一段舞蹈一段讲述 就可以赢得那么多的票数 增加了1万多 说明山东的朋友都很喜欢 继续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新柔也谢谢新柔的妈妈 你们辛苦了 可以去休息一下 谢谢 好 今天的各位选手 依次登场 也希望接下来上场的朋友 可以有这样的好运 接下来踏入古方红堂 踏入景之年份酒梦想通道的是许一凡 有请 广告 bid 来给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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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啊 因为他是一名这个石油钻井工人 是的 打井的 虽然隶属于是胜利优田 是 但是他现在是在四川工作 在四川的一个山里面 每一次比赛都是现赶回来的 这一次也是这样吗 是的 是请假回来的 上回说那个地方比赛山东还冷呢 对 那边山里边嘛 都零下十来度啊 哎呦 我的天哪 这样的这个旅途劳顿 长途的跋涉会影响到你的状态吗 不会的 权力以赴啊 嗯 好 让我们来听听许玉凡今天带给我们的歌曲 请 谢谢 Sport Öyle 赏子サ& Picture 知道 i know that 喔 我给你带出什么啊 建职音监马铃钥这个北部的歌曲 都是左和西门的歌 Production Pei 哈哈 receign them in the chat 也不能留ibles 认为我们的歌声 就陪伴着你 无论陌生海 他相遇远海 给你我的喜悲 不知回忆那山雨水 本无情是梦的心 忘不了是你心 穿越岁月水旧 尝尽世间爱宇宙 何故似是别离欲拥有 给你我的喜悲 不知回忆那山雨水 本无情是梦的心 忘不了是你心 穿过岁月春雨秋 尝尽世间爱宇宙 何故似是别离欲拥有 何故似是别离欲拥有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亦凡 来听一下评委点评 你一张嘴我才想起来 我应该是听过你唱歌的 但是次数不多 是的 许亦凡我觉得你是 大明星的舞台上 就是唱流行歌曲的 流行唱法的选手当中 为数不多的能唱出 自己风格的选手 谢谢老师 因为大部分还停留在一个 很棒的一个模仿的阶段 但是你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你的声音当中 有那个演歌的那种味道 我们知道中校界 我们知道那个大花叫的 他儿子叫什么来着 霍尊 霍尊 然后呢还有像长石磊 他们其实声音当中 都有这个元素 但是你的这个元素当中 也加入了很多阳刚的东西 非常的好 谢谢欣凯老师 你好 欣凡 吴老师好 我应该是第一次见你 是的 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次的就是你了 那个 怎么说呢 你看着很不起眼 就感觉好像 我觉得这个人 肯定唱歌很一般 但是你一张嘴 让我觉得挺震撼的 真的 整个的作品的处理 就都那么松弛 那么精致 对 确实是像 也是像欣凯老师说的 你怎么净说的点上 就感觉你特别 就是有你自己的那种风格 我感觉不到 听你唱歌的时候 好像是在模仿谁 但是就是你自己 我今天就是听了 许一帆唱歌 就这种感觉 谢谢老师 你得适应吴庆老师夸人 他的意思就是 虽然貌不惊人 但是声音啊 唱歌也特别的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能飘玩 是这意思啊 就是说你那个不气眼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许一帆 可能很多朋友见到他 可能都像吴庆老师 这样的感觉 一看穿着工作服 这应该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石油钻井工人 这歌能唱着什么样 一张嘴就特别的抓人 而且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们家里人 应该几代人啊 都是做这个 在游田工作的 是 我是家里第三代 一共三代人 都是石油钻井工人 但是他们家一共 他和他爱人 然后他爸他妈 四个人在一块生活 分在仨地方 他在四川打井 他爸在新疆打井 就剩下了 自己的爱人和老妈在家里 是 四个人三个地方 是的 因为我父亲 是在新疆塔利木钻井 我是在四川打井 然后我家里边 就剩我母亲一个人 这要是平常还好 你说要真赶上个老人 有个头疼脑热 或者说是个逢年过节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是 因为我妈妈的身体 确实是不是很好 因为我和我父亲都在外地 我记得有一次 我妈妈白血表很低 然后好晕倒 然后有一次 我听我们家对门阿姨 打电话给我 说你妈妈晕倒了 自己在家里面晕倒了 谁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 因为我们家对门 阿姨有我们家的钥匙 没事呢 会敲门 问在不在家 或者帮我妈妈看看 关不关气 关不关水电器 我妈妈可能 有时候会忽略这些东西 上次进去一看 妈妈晕倒在地上 然后牙都摔掉了好几颗 然后我和我父亲 听了这个事情以后 就是特别地揪心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在外地工作 而且还应该后怕 是 你说在外面工作 尤其是石油工人 我们经常说 石油工人多么多么地厉害 石油工人有力量 这个很多歌 也是赞美石油工人的 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 除了他们在外面 那种高大的形象之外 也是有家庭 也有亲人 也有在家里面 需要照顾的老人 老婆 孩子 这一点真是不容易 今天是许一帆 比赛的日子 他是从四川赶回来的 这样的日子当中 相信妈妈在家里面 也会为你的比赛在紧张 所以她有些话 想要说给你 一起来听听 我孩子名字小名叫乐乐 我想她的时候 我就看看她的照片 她给我拍个来的照片 她那个上班的时候 到夜班 从晚上的七点来中 接上班 就要到第二天早晨的 七八点钟下班 干这些活 真的是很辛苦的 特别是在外地 离家很远 有一次给我发了个照片 我就看了照片 我就问她 我说儿子这是山药吗 后来她告诉我 说她的手 然后就是没有这个手 就是从这 到这 就是整个 就是被那个小咬 咬的就跟那个 山药棒一样 我真的很心痛 但是这个孩子吧 很乐观 一向不管干什么 都给你报喜 就属于那种 很向上的孩子 很懂事 很心疼人 你小的时候 那时候上二年级 我记得我上班回来 她在家里头 把西班做上 然后给我煎的那个 鸡蛋饼 就说是个很乖的孩子 那时候在校唱歌的时候 也是啊 我也没有时间 去参加她的一些节目 因为我要上班嘛 然后她们老师呢 就会拿着手机 然后把她的那个录音 录下来让我听 特别开心 乐乐 你是一个油田工人 你要担当 把咱们歌唱好 为咱们油田人 争光 加油儿子 你最棒了 妈妈支持你 加油 谢谢妈妈 在视频当中 说这几句话 肯定解不了 妈妈对于 儿子的思念 所以今天她来现场 给儿子加油了 有请阿姨 你好 平民老师好 平民老师好 在场的观众大家好 说起儿子来 这个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是因为 一是觉得孩子懂事 再也是觉得 这个工作的确辛苦 这么苦 我还让她选了这个工作 就因为她爸也是干这个的 她爷爷也是干这个的 所以她做这个石油工人 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是吧 是 但是 你说 是因为作为油田工人嘛 我们就是 不管干哪一行 都要兢兢业业地去干好每一行 因为她是第三代油田人 是 相信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 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好孩子来 妈妈今天来现场 也是给儿子加油鼓劲的 您也给她说两句 儿子 妈 咱们在工作上好好地干 歌也要唱好 妈妈在家等你 是你的坚强的后盾 支持你儿子 谢谢妈妈 喜凡是咱 山东朋友特别熟悉的 胜利油田 特别普通的一个工人 包括在舞台上 从来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 唱歌也就是这样淡淡的 说的话也就是这样的朴实 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们 一定感受到了咱们这位山东的小伙子 身上的那种真诚 如果您喜欢他的话 给他投票 把他留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晚上五位选手都已经悉数登场了 排名前三位的 才能够直接晋级 如果您喜欢谁的话 最后的一个广告时间段 来给他们投票 广告之后让我们揭晓 进入十六强的三位 会是谁 欢迎大家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今天是二十进十六强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五个选手 为争夺四个进入十六强的名额而战 到底谁能够在第一轮直接晋级 五位当中 排名前三位的 将会直接拿到晋级的票 现在五位都已经完毕了 先让我们看看第一个悬念 晋级的三位选手 会是谁 让我们来看看 五位的微信支持率 恭喜王毅盈 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三票晋级 蒋新荣 两万六千一百三十七票晋级 接下来的是 宋恩猛的一万八千九百八十四票晋级 恭喜三位 好 三位可以放松一下了 下一场比赛再见了 好 好 恭喜恭喜 那留下来了晨晨和徐一凡 两位 这两个都大高个啊 两位都是唱歌的朋友 可能第一轮或多或少 有一些原因没有导致直接晋级 接下来还有一次机会 两位将进行一轮的PK 由我们的三位平老师来投票 决定你们的去留 在演唱之前有什么想说的 雪震 首先站在我是大明星的舞台上 能走到二十强 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也感谢大明星 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穿着这样一身工装 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之上 我觉得不是代表我自己 我是代表我们五十多个站台 所有的站务员 当然在这里 也感谢我们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 对我的支持 也感谢每期不同的评委老师 给我提出来您宝贵的意见 我已经很知足了 也很满足了 谢谢大家 好 沈真说得很好 一凡 首先站在这个舞台上 进入了年度二十强 我已经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满足了 我还是就想说 不管以后路怎么样 我一定好好做人 好好上班 好好工作 好好唱歌 感谢评委老师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我的导演 你们辛苦了 两位普通的劳动者 今天不约而同的 都穿上了他们的工装 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对于他们来讲 或许是他们认为 自己最美丽的衣装 也希望今天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一定会成为 其中某一位朋友的 最后一首歌 好好地演唱 就算会离开 也不要有遗憾 好吗 首先为大家演唱的 陈陈 请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 唱一首 《远走高飞》 如果还有风就追 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让烦恼都灰飞 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 如果还有梦就追 至少不回忆 很后悔 迎着光 勇敢追 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 好 谢谢陈陈 一番 一首老爸 送给我 远方的父亲 老爸 有些日子 没给你电话 你还过得 好吗 老爸 有些日子 没给你电话 现在我也 越懂了 老爸 我现在还是抱你一下 紧紧地抱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两位 两位完成了今天 所有的演出 但是悬念 还没有揭晓 两位当中 到底谁 继续走下去 进入年度的十六强 向更高的名词 发起成绩 谁又会就此止步 接下来就要唱 我们三位 评委老师的投票了 广告之后 揭晓最后的谜题 好 欢迎大家 继续回到我们的 直播当中来 年度的十六强 马上就要诞生了 还剩最后一个名额 这个名额 到底属于张晨晨 还是许一凡 来听听 行为老师 做出的选择 请 一个美丽七指 唱得好 是晨晨 一个都因为无二 就唱自己 也是许一凡 你们两个真的 都很棒 都很难舍 不过我还是想 把这一票 投给晨晨 谢谢吴谦老师 谢谢 一位来自我们的公交战线 一位来自我们的油田工人 两位都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但是却绽放出了绝对不平凡的力量 我们说实现梦想 真的不在于 非要是第一第二 冠军亚军才是实现梦想 站上舞台 展示出自己的魅力 我觉得这已经是 我们实现梦想的一部分了 我把这一票投给 工作更艰苦一点的虚优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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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的这一位选手 他晋级16强 他 他今天唱的歌非常好听 他今天穿的是工作服 你们猜到是谁了吧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那我就 他俩都穿工装 好 我的选择是 有个人风格的许一帆 谢谢希科老师 恭喜许一帆最后的时刻 进入了年度的16强 也要感谢张晨晨 在第八季大明星 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谢谢 好 今天比赛就到这里了 明天还有直播 明天的记录速度分 再见